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可真是和尚够了 苦瓜师傅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 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我和尚一言四马难追 九头炉子也难追 我和尚有的是钱 一千两文印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和尚你钱在哪 请先施舍一壶酒 让我认认嗓子再讲 这和尚骗吃骗喝 不要闹了 酒保 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好嘞 给你酒 现在言归正传 请大家继续认圈 起上 苦瓜和尚捐白银一千两 师傅 果真要千 那还有假 王二 猪阿大 高大利 秦徒子 跟我来 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没问题 快 来 吃点劲 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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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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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这押上 押上 给人看着 好 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 只管让他看好了 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 那就要出文银一百两 一百两 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 那就要出文银三百两 三百两 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 那就要付文银六百两 六百两 依你依你 但愿菩萨显灵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这和尚真是疯了 哪有这样的呆道 谁舍得花一千两印字 上面写的什么字 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他喊那四个人都不识字 神了 来呀 来来喝喝 来来喝喝 来来来来来 再喝花采了 来来吧 喝喝喝 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香啊 师父若不嫌弃 请便 请问苦瓜贵姓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 在下姓吴明杨 与师父从不相识 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 你小名叫苦瓜 我大名叫苦瓜 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 尤方到此 如此大好 我俩一个从军一个尤方 正巧苦到一处去了 不过苦重有甜 甜重有苦 你脾气还太来呢 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正是 像我吴某当年娶娶成家才三日便应征从军 在军中奉命夜叹敌营 不料被敌方抓住 要往北方做苦工 一晃就是四年 实在是吃尽了苦头 四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 回到军营还收到赏赐 这不现在何意已成 我谢甲归田 回乡来寻找娇妻 真可谓是苦尽天来 可是我近乡亲切都到家门口了 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 这不到这来和尚两钟 盯盯神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过施主啊 事无定事 凡事不可过于执着 执着嘛 要添烦恼的 吃啊吃啊 他…… 嗯 小哥 你不是无恙吗 是我婆婆 你怎么会在这 我回来了 我的老婆呢 那年发大水这都淹了 有个姓罗的花传来把你老婆救走了 她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你到哪去 我找我老婆 天色不早了 路由那么远 你就在我这儿祝你夜 明天再走吧 来 来吧 快来吧 怎么样 有没有人来看石头 只有看第一块的 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你们就再辛苦一下 说不定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 万一要没有 我们也没吃亏 全当开开心 对 说的是 我话可不能这么说 出家人不达妄语 我和尚可没有工夫 跟你们先开心 大师父醒了 我这是顺口一说 不要介意 来 你先喝口茶 给我 大师父 时间不早了 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 也实在太 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 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 就让大力他们手到晚 你到我家去用点斋法 不忙不忙 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 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 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好好好 那就再等半个时辰 等到太阳落山吧 小姐 你看 张丁 你快去问问 请问 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 就是这些石头啊 哦 甚不信赵 本姓黄 就是我 张丁 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好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 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要看可得给钱的一百两银子 把银子给他 好好好 这是文银一百两 请收下 好好好 这收的就是我 员外啊 真的有人给钱了 就是他们二位 是吗 快搬 搬 来 来 来 夜夜梦中 见亲娘 不散 苍天有眼 这说的就是我 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有三百两 好 好好给 快给他钱 好 你 你 你 徐娘千里 赖张主 言外言外 这里是什么地 此地是张主古镇 对了 一点都不错 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 菩萨指我一片孝心 谢谢菩萨 张帝 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我没了 眼外 这是吃惊八两 这和文银四百两 求父老门开恩仪食 难得一片孝心 拜 元外 那和尚心田说了 想看第三块石头 要付六百两 可是现在他们只有四百两 还差二百两 这位小姐 大老远的来到张主 我张主人 怎能为造桥缺银 而为难这位小姐呢 这二百两银子 我们另找出处 别说八百两 就是一两也没有 我们也要一时搬 慢 慢 这造桥的一千两银子 是我和尚认捐的 一两都不能少 怎么 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 要你们下草心 您娘不够吗不能搬 就是不能搬 大师傅 小弟有礼了 在下乌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 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 也给他下一点面子 就叫他少出二百两吧 是古瓜兄弟来说情来了 好好好 不够吗 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谜语 要猜对了吗 就可以 猜不对 那就没法了 听师傅说来我猜 世上何物最硬呢 铁最硬 不对 天一到火就化了 怎么最硬呢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依我看 最硬不够胡须 胡须 胡须怎能延印 师傅笑话了 你想想 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转了出来 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大师傅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想记得行善帮别人 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 何必用脸面织皮呢 大师傅言之有理 我这里是带着二百两银子 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 此次回乡寻期 本打算那两步搏地维持佳绩 也罢 你既这么说 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 日后名字刻在桥上 身后留名 也算是件姓氏啊 好好好 施主啊 你是旧人殷难哪 好好 我替众人谢你啦 不敢当 不敢当 不过嘛 你想身后留名 我也送你一句话 师傅请讲 善不涂报才是真善哪 元卫啊 你看那 这一切两银子都在这了 我和尚谢拆了 你们哪可以搬石头了 来 帮忙忙 带下来帮帮忙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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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亲娘到法王 各位父老请了 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就急了 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 怎么会无人知道 姑娘有所不知 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 就是这位师 师父呢 刚才还在这儿了 这和尚可真坑人 花了一千两银子 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 姑娘 你可否告知 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是这样的 小女名叫赵惠娘 父母是在医药开茶庄的 可是我本不姓赵 我是单独六林庄人士 八岁那年 进兵难犯 我深圣父母带着我逃兵荒 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 生母只好领着我 犒讨千下饭度日 实在活不下去了 只好把我送给医药的赵氏夫妇为女 那石头上写着 生母姓赵本姓黄 说的就是我 我本名就叫做黄连 那可真够苦的 那第二块石头呢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 夜夜梦中见青娘 我玉瑶的父母家境好 人对我也好 可这十几年来 我总是忘不了 你还别说 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 黄连小姐 这三四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 我玉瑶父母见我天天发愁 我玉瑶父母不得笑颜 只好心头隔岸 帮我出来寻娘亲 让我带足了盘缠 还让老家人张定陪着我来 可是这石头上写着 要见青娘去法王 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 不过在下无阳 倒是听说这河对岸十几里路 有一个法王寺 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 别胡扯了 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 且慢 据小老儿所知 那法王寺早已毁气 七八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 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 你快去看看吧 快去看看吧 吴大哥 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 做签饮料 日后一定奉还 姑娘不必客气 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 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多谢了 小师傅 这儿有余妖出家的师太吗 我不知道 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 他怎么也在这儿 师太你看的是谁 苦瓜师傅 谢谢你的指引 我以为见不到你 会见到的 我们的缘分还不浅 苦瓜师傅 也许你们认错人了 这是杭州林影寺的道计大师 原来是远近未明的寄宫活佛 寄宫活佛 不必 金秀师太 这才是真正的苦瓜 这就是黄莲 黄莲 不记得了 娘 走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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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玉瑶来 我活活死辈 娘 我活活死辈 女儿千里来此不宜 以后才也不和娘分开了 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子啊 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 王莲姑娘 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 你为寻娘亲出家 正说明你沉缘未断嘞 锦绣师太 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 五阳兄弟 我们走 到你家喝酒 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 走 怎么 你也不肯画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师父 不是我不肯 我 一言难尽 五大哥 你还没找到大嫂 真是拖累你了 阿弥陀佛 真是 念你一心向善 我就不向你画原了 这样吧 我们能相会到一起 就是有缘了 评审送你们二人一人一件宝卧 日后用得着地 这是太上老君练了千年的通仙丹 活人吃了马上死 死人吃了马上活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我就跟苦巴兄弟一同上路到星际镇花园去 你呀 就现在这里住些日子 我们还见得着你 走走走走 嗯 好 我让 我没钱 你不是还有零钱吗 没 这家一个包子 师父 吃吧 就一个包子 那我们两人怎么吃 两人分 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 我要一个人吃吧 我看您饿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吃吧 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 这样 你再找老板娘花园 听几个 师父你就吃吧 快去 你吃嘛 你找她花园她会给你 你先吃吧 她会给你 你一个不够吃 先吃吧 听几个 你去找她 你去找她 师父 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 这包子不要钱 不要钱 那谢谢了 真好 你看多好 还不谢谢老板娘 对 谢谢老板娘 不用客气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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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吴 吴郎 怎么 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你是吴郎 吴郎 你真认不出我了 吴郎 吴郎 兄弟 我是吴郎 怎么 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 大哥 是大哥 来 坐 坐坐 好 大哥 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拢 后来就没了音信了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 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 这孩子是谁的 说话呀 说呀 愣着干什么 好 你们不说呀 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 这孩子是他们二人所生 名字就叫罗念歌 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 嗨 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 好心相助 这么多年了 照顾你妻子啊 也就怪不得人家了 你想开点吧 罗 罗 你怎么能做出这一等事情 你想开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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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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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啊 哎呀 哎呀 快 睡吧 娘子 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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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跟他走吧 好 别胡思乱笑了 孩子怎么办 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 你还是早点醒醒了 看来这是天意啊 看来这是天意啊 哼 向我母娘已经千辛万苦 找死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 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到这般的下场 还不如 别想那么多了 一切随缘吧 可是师父 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 是 俗话说 他有期不可期 可他 竟然抢走我的老婆 师父 你佛法无边 你可得帮帮我 这样的事情 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 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 要知道因果自造啊 好了 你好好想想吧 我要睡了 师父 你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谁呀 你醒醒 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 你醒醒啊 你醒一醒 可能是猫 就是碰到了什么 娘子 快睡吧 老板 来 里面请 打二两酒 你要点什么 来两酒 苦瓜 你这是怎么的了 没什么 坐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好梦 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 在那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 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 好痛快 师父 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 真的能让活人死 让死人活 那当然 苦瓜 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 你还是跟我走 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 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师父 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 等我办妥了 就陪师父上路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师父 我去去就来 好好好 师父 我去去就来 你放心 你办你的事 我办我的事 来 喝 客观慢用 看着不错 恩义兄弟在吗 在 恩义 你出来 大哥来了 大哥来了 请屋里坐 不来了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兄弟 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 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 顺便说几句话 不知可以吗 当然可以 大哥尽管吩咐 好 娘子 娘子 你陪大哥去一趟吧 我来 您早啊 来 您 你坐 行 您好啊 来 请 来 来 走 别走 还得给我付酒去 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 也请师父来作陪 是得好好告别 请坐 请坐 你也坐 媳妇 来来来 你看客人来了 好嘞 好菜多上几杯 好嘞 放心 有人付钱 快去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 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 菜来了客官 今天我要敬你几杯 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 我去拿酒 来来来 您您吃 我自己来 好好好 吃菜 来来来来 喝喝喝喝 这菜不错了 还可以 谢谢 谢谢 来 来来吃 来 来 再喝一杯 我去喝喝喝 用了一些 很静的 吃饭 吃饭 喝 喝 再来看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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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的你就跟他讲好了 好 来 大哥 你精神精神给我的 且终身难忘 我知道 你心里不好过 这都是我的错 几年前 逃亡到这里 全凭恩义兄弟照顾 你们俩 都是我的恩人 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 以被俘后为惊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 都万分悲痛 我们为你烧下 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 后来 我帮他干活 闲话也动 于是 就嫁给了他 这件事 是我对不起你 可我没有办法呀 刚才大师傅教我 临边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 算是欠身送大哥 重登好前程 来 我先进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 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 就应该你喝他的 他喝你这一杯 不不不 大师傅 这个杯子大 他酒量不行 还是 还是让我喝吧 不不不不 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我先把他喝了吧 你真的把他喝了 好 娘子 你自己保重 保重 好酒量 五老 师父他怎么了 不要紧 五老 五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想不开呗 我五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 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 你还不信 告诉你吧 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 结果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嫁了别人 他这一时想不通 心里痛苦得不得了 结果半夜里想去杀人 你又自杀 可是呢 又想啊 请他老婆喝酒 结果呢 自己在酒里下来要 挺实了 你看 师父 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哎呀 竟说傻话 师父 你救救他吧 不行的 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 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呢 那活人变死 那为什么办法 通仙丹我也有一例 不是可以让死人变黄吗 姑娘啊 那可是你的宝贝啊 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 五大哥助我寻慕 恩重如山 我一定要救他的 那你真舍的 那行 那你看着办吧 我和尚管不了 师父 你救救他吧 师父 好好好 姑娘你一片真情啊 那就试试看吧 给他用了 用了 来来来来 起来起来 啊 姑娘一片诚意啊 要把你救活 下去 这就行啊 啊 躺下 哄嘛 你把你哄 哄 师父 哦 你看看这是谁啊 黄莲姑娘 五大哥 我 我这是 师父 五大哥已经想通了 哦 他想通了 那好啊 他要跟我去鱼瑶 您说好吗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 只要你高兴就行呗 我看呐 你们鱼瑶县要多出一个倒叉门的女婿了 师父 你怎么也逗我 我还要跟你修行呢 黄莲姑娘 说什么修行呢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 修行不靠师父 要靠自己 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了 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 好 平森啊 去了 师父 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师父 师父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 你看看 你那个有缘便无缘 无缘又成有缘 无缘有缘绝是缘呐 哈哈哈哈哈哈 老爷下轿吧 老爷 老爷 嗯 啊 老爷慢点 当心 老爷你回来了 老爷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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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谁没关系 也是 如果是干净 你把他给你收到 这一边都是给你 那一边就是 key 那一边你到你去 你也不知道 か准备于是 不想让我去 那不想让你去 你用一边的 你跑肯定 那四边的 这边的 我看你的 你又不想要 陆与你可以 我那边的 你让陆阿大先送四百两银子来 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 叫他放心 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好 跟我来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 你听着 陆阿大得到的可是二十亩好甜 银子 咱们五五分成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 上面还该有印章 这位师父 我们今天茶馆不招待客人 什么 只因林禄两家族人为征地之事 约好在这儿吃奖茶 吃奖茶 那好 我和尚给他们评个适配曲子 布老师傅搭嫁了 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著名的宋师 石天良 石宋师 石天良 石宋师 这个名字好 石天良 平僧在出家之前本姓美 叫美心肺 正好是一对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我开玩笑可不成 石先生 二十岁就当宋师了 三十年来 他办的宋师 都是一锤定音 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连县官都让他三分 三十年来 县太爷换了拔任 石宋师啊 还是宋师啊 那真是碰巧了 平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师的 我包揽三个县的词诵 死的说成活地 稻草说成精条 不怕你罪恶陶天 只要你白银铺地 照样让你安享太平 逍遥法外 好好好 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 老是赢老是赢 还要赢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个时候找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家的铁门坎 都被踏坏了三十六根了 有那么多人啊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 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 后来实在是太烦了 一跺脚当了和尚 你不要缴了我的生意好不好 怎么说缴了你的生意呢 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 你不让我进呢 好了 大师傅赶路辛苦了 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 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好好好 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 送方的人还没到 考别坐 别捣乱 来来来来 我说你这个臭和尚 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谁凑热闹啊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我跟你说 今儿这茶楼 你陆大爷我全包了 你全包了 去去去去去 里边靠墙站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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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今天是送食会送食 同把奖茶吃吗 走吧走吧 你不让我进去 去去去去 看好了 别让他进来 在这儿抹半天了 师老爷到了 师老爷到了 我在这儿得多时了 师老爷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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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老爷到了 里面请 主位请 里面请 陆和尚 师老爷到了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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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和尚 你怎么进来的 给你说我们认识的 请请 来来来来来 行行行 咱们坐 来来来来来 师老爷上座 师老爷上座 二位所长老爷 师老爷请喝茶 好 二位组长 请请 来坐 我就坐这儿 组长 今天这个地的情况已经不断了 好 我坐这儿 好 让你让你让你 陆老爷请喝茶 我这儿也一样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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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 这和尚 看看今天的地 到底叛选谁 谢谢 万雄也真是 怎么会惹上陆下的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茶博士 给我这上茶 好嘞 这林万雄的棋子真够可怜的 来来来来 今天到底怎么断 林老前辈 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陆老前辈 可以开始了吧 我看可以了 开始了 好 时辰一到 咱们就开始 好 陆娃大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各位 七个月前 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 向我借了八百两银子为本钱 以二十亩好地做抵押 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 我无可奈何呀 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之讨还银粮 不料李秀之他爽赖 说根本就没这回事 还骂我 瞧诈他 我是破译无奈 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 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 并恳求大宋师师老爷从中仲裁 如果不能妥善调解 明日我陆毛将壮处公堂 请信太爷审定 这陆大哥的话有理 这臭血帮子还挺硬 李秀之 陆阿大所言是否属实 实老爷各位前辈 陆阿大所言全无根据 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 如果用二十亩地抵押借银八百两 这可是家中的大事 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有道理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 我们临时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 自家人好说话 怎么可能向陆阿大去借 这陆阿大分明是想讹定 你抄诈吗 这呼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这一阵算扎透了 陆阿大仗是欺人 自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 我 我 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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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阿大 你口说无凭可有自觉 有 有 他还真有自觉 真没想到 请时老爷 林大爷过目 啊 此因本人西川经商 急需本钱 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八百两 准于六个月后归还 本息共计一千两 如借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亩 则家中二十亩粮田 归陆阿大所有 以上同口说无凭 您特立此具存照 李巨人林万雄 绍兴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 这下 你看 千名印章都有 秦组长过目 并请拜问李秀之 李秀之啊 你好好看看 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是不是 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快把地交出来吧 富债奇幻才是天积地 快把地交出来吧 现有乱了 现有乱了 陆阿大 你能否找出别处村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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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 这是捐银簿 上面有林万雄的签字 这下 这下 石老爷啊 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 请过目啊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就是啊 这辣大想的还真周到 看 这下来是真的了 没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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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信 我怎么也不信 有什么话说 李秀之 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 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唉 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 她不该写这个字句啊 乡村爷老有一句话 宁跌到史上 不跌在纸上 这话虽粗 可理不粗 数得实在啊 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 可不能寻私情啊 这王法如山啊 就是啊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 你这二十亩地 怕是要交出来了 好 断得明白 到底是石宋师啊 李秀之啊 你二十亩天上种的什么 他种的是二十亩早稻 好 石老爷啊 啊 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 你该补偿人家轻苗损失费若干 我看呐 他们孤儿刮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 这样吧 你就给四十两吧 好好好 四十两 四十两 陆娃大分明是在俄地 对 这是抄诈 这就是 给钱还不要啊 李秀之 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 调解你和陆娃大的争送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 不要白脸的给我看吧 何恐啊 钱都不要了 钱都不要了 真是啊 放心 有真凭诗句 还怕递不到手啊 何老说的有道理 俗话说 冲家的官司 只怕你这一打 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 恐怕连家也要冲来啊 李秀之 你明白吗 啊 慢点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有真凭诗句话说 你看看 真的呀 你看看 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 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 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 也敌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这话说的 你想哭啊 你就好好哭吧 然后啊 也只有讨犯为生哦 你这何小说的 何小说的是真话 是什么 无公道吧 你看看 这千里是真的呀 这文书是真的呀 你看看 你看看 这还能有假 这还能有假 你看这图章 这还能有假 你看这还能有假 这还能有假 这还能有假 这 这 这怎么回事 哎呀 哎呀 这怎么回事 哎呀 哎呀 哎呀路前辈 你懂得书画装表 你看看吧 哎呀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 啊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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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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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你怎么回事 说 说呀 这灵万雄三个字和印章 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 瞧手重新装表在这契约上的 不被泪水湿透了 还看不出来呢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 是违造的呀 假的 假的 这刮母伤得呀 就是 罗阿达 你败下做到我头上来的 你赐我老眼昏花呀 滚 滚 滚我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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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哎呀 你看 这个罗阿达 没有恶作人家二十五弟 却拐作一根针 真是 哎呀 果非大师发现 老夫几乎不成大错 多谢多谢 又喝干 碰酒呀 碰酒 老夫老眼昏花 险些被奸人蒙陷 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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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惭不得你呀 师父阿达太狡诈 宋师不必介意 告辞了 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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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救我们母子 哎呀 不要谢我 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 要谢的是你自己 哎呀 这贾文叔还有什么用神神 走吧 走吧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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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回去吧 哎呀 哎呀 哎呀大师傅啊 哎呀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哪 请原谅多多包涵 哎呀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哎呀那就算了算了算了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哎呀我跟你说 宋师回宋师通把江茶吃吗 多多包涵 哎呀真是 哎呀平时又多管闲事了啊 师父 哎呀你这就要走啊 哎呀 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 想走也走不了喽 嗯 住上几天 哎呦 二位庚夫你们来了 大师傅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好好好 夜里你们打羹 我就喝我的酒 好 在你们那里住 哈哈哈哈 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 来来来来来 好了好了 少倒点 你多倒点 行 来 喝酒 来喝 翻船了 今天真他妈倒霉 叫一个奉和尚给耍了 这怎么搞的 是纵是办事向来是想当当的 怎么会输呢 想个屁 今天就输了 这和尚的眼真毒啊 一下子就给拆穿了 要不那二十末好天就到手了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封和尚今天缴了我的裁员 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鲜火 我说兄弟啊 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 我那四百两银子不能白花 你赶快给我要回来 你这是什么花 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 事情办成了 你的二十末好天 我最多喝完汤 没办成 我何干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 你 你们这些男人平时胸部拍的山响 话说的通亮 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好 兄弟 是呀 这样 我也不便抛头露面 你替大哥跑一趟 是呀 事成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快去吧 这才像话 我马上跑一趟石家 把银子给讨回来 好好好 快去 你可要等着我 你快去 快点去 来 咱们来喝酒 别生气啊 这钱一定要得回来 干一杯 来呀 父亲 老夫经营宋师几十年 一帆风顺 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父亲 我已经打听过了 他就住在青龙客栈顶楼 他住下不走了 好 咱们就逗逗看 那好 我求他杀了 住手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 就知道动手杀人 爹 你咽得下这口气 我可咽不下 别忙 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好 这碗银耳燕窝汤 爹爹趁热喝了 又和谁怄气了 去去去 没你事 回屋去 先下去吧 爹 我 你也回屋里去吧 去吧去吧 去吧 快 走 你疯了 大白天到这儿来 让我媳妇看见了 少不了麻烦 陆阿大把那四百两银子的事 落在我身上了 我只能来找你 妈的这个陆阿大 你告诉他 这事没完 事情要办好了 大家都有力 要是办砸了 谁也跑不掉 这个陆阿大 你告诉他 只要有我在 那二十母水田早晚是他的 眼下 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你的意思 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这件事也能办好 少不了你的好处 好 只要有钱 什么样的事都能办到 记住 一定有干净利索 现在那个和尚 住在星楼客栈顶楼 什么时候给我签 今天晚上 我一整夜都会在水梅桃那儿 你杀了他以后 到那找我去签 我也正好赶过去 给那个封和尚收尸 一言为定 好 我先走了 听黑以后翻墙出去 是 爹爹 爹爹 你等一下 我这就好 走好 谢谢 瑞莲 你怎么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 有什么事吗 爹爹 我们隔壁星龙客栈顶楼 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是住着一个和尚 怎么了 这个和尚 他得罪了十家父子 十户故人 要杀他 真是草菅人命 伤天害利 爹爹 你快去把他请来 在我们家避一避吧 瑞莲 你不怕 师虎知道了这件事 会对你 爹爹 你快去吧 去迟了 和尚的命 怕是保不住了 好 行医是救人 行医也是救人 爹爹我去 我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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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我来 是要跟我切磋一道 非也非也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 行师父来 是有要事相告 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 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吃好几百两银子了 哈哈哈 不过脑袋搁起了吗 我拿什么吃饭呢 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 哪里哪里 大师父严重了 严重了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 岂不得罪了亲家 闹翻他姑爷了吗 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家 亲家咧 大师父有所不知啊 当初石宋师为他儿子十虎提亲 我是一口回绝啊 那又是为何呢 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爹别说了 瑞莲 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 一想起来 为父就如骨梗在吼啊 今天这位师父提起 那就说说也无妨啊 说说无妨 那天我正在屋里陪药 好 快救救我呀 快救救我呀 你怎么了 不要紧 我给你看 我头疼 我给你看啊 没关系 还有呢 哪儿不舒服啊 我中暑了 中暑了 我给你冲一剂屈鼠清凉伞 好 来来来 先把把麦吧 好 来来来 先把下麦 我头疼快 爹 瑞莲呢 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 这儿有我呢 好的 我这就去 我这是祖传的屈鼠清凉伞 你把它喝了 保你见笑 喝了它 你这是什么药 你想要毒死我 这药你还没喝完 还没咽下去 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你 我疯了 住口 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 你怎么能这样无力取闹呢 你是什么先生 什么圣手会穿 我追了我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疯了 我疯了 你住手 你干什么 我疯了 你怎么 你怎么能这样 先生打死人了 先生打死人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 救命啊 你下来 先生打死人了 来人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 有人落水了 是从林医师家后伤掉下去的 怎么没人影了 我听见了他很救命的 听见了 林医师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是乎过头 你听我说 这个人来我家看病 竟胡闹 又砸药罐子 这是他自行投水 真是这 你听我说 你看看 人到现在都没起来 那是必死无疑了 他跟我没关系 我拉也拉不住 林医师 你人平时挺老实的 今天怎么 你看看 这么多人都看见了 让我可怎么办 他跟我实在是 行了 别说了 这事让我也难办 我看只能这样 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 到那再说 到大堂 瑞莲 你也别着急 有我爹在 我在 这事一定没问题 有你在我的湖上去 你在家照顾好你娘 我去和他们说清楚 我 你一事 没办法 你行公事 这么多人看着 你去一下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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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莲的母亲 本来就有病 怎经得起惊吓 顿时 撒手成功 瑞莲为了救我出狱 只有求助于宋师 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师傅 我听明白了 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 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是啊 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 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 方能解脱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了 看起来我们和法师有缘 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 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 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 我们痛饮他一夜 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这不可 不可呀 不要紧不要紧 获福自有因果定 随我去吧 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好吧 就这么定了 哈哈哈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对 哎呦二位啊啊 正准备去行业啊 是啊 不要去了不要去了 口服来了 你们看啊 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 去去去上楼 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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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请啊 上楼上楼上楼 慢慢坐啊 嘿嘿嘿 照着亮 这个楼梯有的走嘞 慢走啊 看着得 哎 好 啊 啊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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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边请这边请啊 啊 就在这里坐啊 地方的小点啊 大家就将就是做吧啊 啊 哎呀 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 啊 薄酒素菜 师父可要多喝几杯啊 来看看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这叫高灯下亮啊 哎呦 好菜好菜 哈哈 哎呀 哎呀 二位啊 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 也是跟你们二位接员来嘞 啊 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谢谢 你们就不要去行业啦 走 哎 有你们二位在啊 哎 我们人多势众嘞 谅他就是有个把小鬼 他也不敢轻急妄动嘞 说得是 说得是 来来来 不客气不客气 大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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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沈米桃 这杯酒啊 我来喂你喝 来来来 我不喝 那你喂我 好酒量 哦 对了 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现在不能给你 等我这件事办成了 咱们喝酒啊 他就是你的了 咱们喝酒啊 来来来 谢谢 来 谢谢大叔叔 喝 好好喝 好喝喝 来来来 喝干喝干喝 大师傅忙喝 我们告个遍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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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不要出去打羹 就在这里打 最好小鬼不敢来 该打几根了 四根了 四根了 四根四根 什么动静啊 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 老鼠吃老鼠喝酒喝酒喝酒 好喝 快喝酒 来 大师傅 不行 你和你和 你和你和 这怎么不行 都不行了 这壶酒要不喝完了 你们谁也不许走 师傅不行了 不能喝了 师傅 你还要喝 别喝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 我也不喝 可是有一个人 缠了一夜了 他一滴酒都没沾上 这杯酒就给他喝了吧 鬼 有鬼 抓鬼啊 抓鬼啊 鬼跳到水里去了 来来 他在这里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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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往前走 在水里走 来 来 他定了他 跑了 好 又到这里 打 打 过来 我们就让他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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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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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快打呀 快打呀 把他弄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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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来把他吊上来吧 好 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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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家伙呀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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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个泰人的东西 把他押送官府 走 快把他押走 走 走走走 送官府 去来 去来 走 泰人的东西 走 这是谁鬼干 善爷 善爷 谁呀 老爷病了 叫你马上回去 哼 我有什么疾病 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 没杀成 潜水逃跑 让人抓住了 这个人 就是那个水鬼 这事儿 我才想是你干的 嗯 是的 蠢 我这聪明一世 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爹 你说该怎么办呢 请 请 请那和尚 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好 对了 要是那个水鬼公叔 我们以前装死 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 那就糟了 那时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那么怎么死呢 让他畏罪自杀 懂吗 来 兄弟 我先敬你一杯 好 师傅兄弟 你还真够义气 你快点想办法 把我给放出去 别急 喝酒 来来来来 喝酒 我跟你说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只要你什么也不说 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 最多三天就放出来了 没事儿 好 快点 快点想办法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 那就闭死我了 别忘了 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 我什么都不说 对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好 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 来来来喝喝喝 好 兄弟 兄弟 小二 在 快去禀关仙太爷 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是 是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 请和尚吃饭可要多杯些酒 这些没问题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 怎么 嫌麻烦 不不不 来来来 这边来 大师傅 我家不远了 平僧就是能喝酒 我这忙得不得了 大师傅 我家在那边 小的小的 我跟你说了 忙得很 好几家请我 陈芳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 我先到他那去 你那随后就等 大师傅 一定要来啊 放心 来来来 不客气了 我真羡慕出家人 自由自在 无牵无挂 我也羡慕当宋师 有钱有势 财源滚滚 大师啊 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当过 当不好 瞎当 既然当过宋师 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 请讲讲 你还问我吗 你是老宋师啊 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 是铁嘴 可以暖人 也可以咬人 宋师这个笔嘛 那是刀笔 可以超声 也可以杀声嘞 暖人 咬人 超声 杀声 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咧 承蒙赐教 大师这金玉良言 真是感人至深啊 既然咱们都是同行 来来来 我再敬大师一杯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再干一杯嘛 不能喝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那我就 好 那我就来这不去啦 来来来来来来来 请 好酒量 不知大师父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不多不多 早上喝个三斤 三斤啊 中午也喝个三斤 中午喝三斤啊 到了晚上就不能再喝了 也不能喝了呀 晚上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大师傅 我再敬你三杯 不行不行 三杯不行不行 要喝嘛 那就三坛子 三坛子 三坛子 那如何 好好好 我去打酒 师傅 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 大师啊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我看呢 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三杯 三杯 那好好 那请 那我就来这步骑了 来来来来 炸 请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再来一杯 埋 埋上 好好好 好好好 还有一杯 还有一杯 不行了 不行了 好好好 大师傅慢用 我到厨房看看 再添两个菜怎么样 快去快去 喝酒我是不怕的 什么酒我都能喝 什么酒都不怕 而且越喝越清醒 那好 大师啊 那就再清醒一点 好不客气不客气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我去安排好了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动手 好放心吧 去吧 来来来大师 再喝再喝 这样喝不过瘾 不过瘾 把酒坛子拿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大师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 大师 这不是喝多了 怎么喝多了呢 我清醒得很累 你看看 这一桌子的菜 这个嘛 是鱼 这个是肉 这个是狼心 这个是狗肺 这个是狗肺 这个是狸肠子 哎呀 大师啊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怎么是开玩笑呢 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 你看看 你是师虎 你是宋师 你是他爹 你是他儿子 你这个和尚 什么爹呀 儿子呀 儿子呀 爹呀 爹和儿子都一样 大师父 大师 你就是罗汉转世 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 看住他 天黑以后动手 看看谁玩得过谁 快点 快坐 谢谢 少爷 把他扔到和里 淹子酸了 不行 太甜一趟 太扯 快点 快坐 再开吧 快点 快点 前面就到了 你怎么搞的 快走 快 快点 快 开门 快 开门 快开门 怎么搞的 少爷放哪儿啊 床上 好好 走走走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 打死了我收尸 好 完事了 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 别上了水壁烤 走 走 走 打 走 打 打 打 在哪儿 快进去 好 在哪儿 进来给我打 快进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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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这是怎么回事 族长 这封和尚它是水面桃 和尚 拉起来 是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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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谁玩了谁 乳轻点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这下好 没把和尚搞臭 把我和水面桃赔里头了 这一闹水蜜桃那我也去不成了 毕竟想着熊华问流 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 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林月灵 跟我回去 你以为躲到娘家来 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师虎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 你不要吵闹 我不管 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 生是石家人 此就是石家鬼 你快给我回去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 不能跟你回去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 我就凶了你 好 我求之不得 你 我杀了你 师虎 你可不能欺人太甚 灵医师 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接纳 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 你这帮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 我还告诉你 我还告诉你 这回水鬼已经死了 你推人落水 谋财害命 已经证据确凿了 欲加之罪 何话无词 好说 好说 这是县太爷的船票 这次 爹 就是神仙出面 也救不了你了 来人 锐烈 不要伤心 这一切 爹早就看清楚了 我心静如水 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 好 我跟你走 带走 凌瑞脸 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 你们十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你看 这位师傅 您在看什么 看大鱼 你看这两道大鱼 好霸道 真的有鱼 我怎么看不到 你看 吃了虾米 吃小鱼 吃了小鱼 还吃大鱼 吃了大鱼 还想吃 可是你看 前面还有鱼 在等着他们 真是霸道 狼狈为奸 就要双双入网 吃虾米 凤和尚 说乎狂 走 走 师父 可找到你了 我也等你多时了 我想去石家找出正绩 救我爹 不要忙 不要忙 等着看 我们等着看 坏人总是做法自毙 你妇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 方能悟出真知 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爷 老爷回来了吗 还没有 少爷 少夫人刚刚回来 他回来了 拿的什么 我看看 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 你拿他干什么 想跑 回事 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让我死 我先让你死 你臭娘们 你去死 去死 去死 死 死 你 去死 你 你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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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诗宋师,怎么记着要走啊 评宋仙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 大师要走了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 请 我看诵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 评宋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小二,倒茶 来了 我再来碗鸡汤干司 好好好 大师啊 不知这次要到哪里 云游四方 给人像像面看看风水 混碗饭吃 大师还会像面看风水 看不好瞎看 我看前几天 阁下应堂发暗 所以宋氏不利 今天我看阁下应堂发光 九分光亮一分暗 阁下要转运了 大师真会开玩笑 大师啊 真是清肠利尿果不虚传 大师啊 我要如厕一下 正好 我也别这一泡尿的 我们一同前往 大师啊 你不知道啊 笔触甚小 只能容纳一人 带我去锅再来换大师 先走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吃吃吃吃 不等你了 不等 好 父亲 我把瑞莲给杀了 你怎么做出这等纯事 这要杀都成命的 父亲 这女人要回我们全家 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 父亲 我都是为了你啊 你快想想办法吧 让我想想 有人看见吗 没人看见 我出来的时候 把门都锁好了 那好 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什么办法 根据我朝律法 契与外人通奸 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 丈夫不被判罪 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世 现在只有一个女士 那 一不做二不锈 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 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哎呀我的好亲爹 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呢 好 我就偷一批警主 杀他可怕人 蠢货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 谈何容易 再说 你还要遗失回家 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 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也不妥 宅子里耳目众多 很难说得远 那 那我只好等死了 这上面有个县城的 哦 那个和尚 对 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 就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 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太妙了 哎 父亲 怎么杀 你马上回去 把后花园的门打开 我哄他从后门进去 免得招人耳目 只要他一进屋 你就 好 我懂了 我就躲在门背后 只要他一进屋 我就 父亲 我去了 哦 对了 你记住 一定让他坐在前头 就这么讲定了 只要我一说 客人到了 看 我去了 哎呀 大师啊 这师怠慢怠慢呢 哎呀 你这泡尿好长啊 什么味道 你身上什么味道 哦 可能是在茅房里戴的长了一点 有股臭味 不行 还有这腥味嘞 反正味道不正 嗯 好 平常告辞了 哎 妈妈妈妈妈妈妈 哎呀 大师啊 命座 大师啊 你既然会看风水 石某冒昧 能不能到舍下 得看看风水啊 哎呀 我忙得很啊 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大师大师啊 哎呀 不瞒你说啊 我的小儿石虎 嗯 结婚以来 一直是运气不佳 嗯 嗯 我恳请大师 能否到她物房 给看看风水啊 哎呀 没有空啊 我要上路了 哎呀 大师大师啊 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嗯 一定要去 我志诚相请 哎呀 既然你志诚相请嘛 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啊 哎 嘿嘿嘿嘿 好好好 大师请 走吧 嘿嘿嘿 嗯 嗯 请 嗯 嘿嘿 到了 到了 哦 妈妈妈妈妈 嗯 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 嗯 嗯 啊 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啊 啊 但是裁员波啊 是啊 必须往西挪八尺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哎呀 不要紧啊 才望啊 哦 哎 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 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啊 是啊 要改 一定要改 改 现在到你师虎卧室去 好好好 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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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屋造得精巧 哈哈哈哈 但是门开错了方向 哦 正好开在鬼门线上 必须改在南边 哦 放逐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 要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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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此物晦气太盛 是吗 嗯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是是是 是拉月上云 不错 夜半三更 对 哎呀 哎呀 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 哦 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 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好好 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好 嗯 等着 嗯 嗯 哇 啊 哎 哎呀 啊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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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呀 哎呀 让他跑掉了 死鬼厉害呀 不要紧 不要紧 破 这回我看哪里跑 你往哪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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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哎呀 还是跑掉了 哎 死鬼太狡猾呀 是个长尾巴鬼嘞 嗯 不要紧 不要紧 哎呀 我来抓住他一把劲啊 哎呀 就在上面 就在上面 抓住一把劲 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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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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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哎呀 怎麼了 快快快 OSH 爹 既然误杀了你 儿子还要活命 只好对你不恭敬了 爹 爹 爹 走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少夫人了 老爷 大家来得真好 这对肩负淫妇 我都杀掉了 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铁证啊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从今天起 我是这的主人了 愿意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少主人坐坐 少主人 您先定定心 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也只好如此了 去吧 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 师父 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小的小的 就因为他被人砍了 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 我是来给他治的 让开我去救他 大师父 大师父 你不能进啊 大师父 不能进啊 救人要紧 救人要紧 你干什么 出去 救人要紧 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 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 我这有刀伤药 正好来救啊 我不要你救 救了一命圣灶 七级浮屠 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了 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要留给仙太爷查看的 你敢动一下 好好好 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医师的女儿瑞莲吧 你想救他 行 去救吧 去救啊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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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随我来 来 随我来 随我来 将小姐扶起 是 随我来 来来 现令大人到 关混蛋 问一问就行啊 大人 请 小姐 师父 你看仙太爷也到了 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老爷 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大人 他胡说不是我干的 大人 韩忠 大人 我是冤枉的 师父 他是你救活的吗 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 我好落案 他的业力太重 评审只好试试看 大人 你听我说 我是冤枉的 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 大人 你听我说 他们俩串通起来的 你把你罗纹 你把你罗纹 你把你轟 你才能把你轟 你把你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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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你什么男人 大人给我压下去 是他想的办法 大人,我是冤枉的 好,大人,我是冤枉的 十天亮,十天亮 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 平生也无能为力了 但是此间难笑能笑 全凭你自己一颗心 尽好自为之 走 路总 您不能进去 什么 不能进 是吧 你们家老爷欠我四百两银子 我不进去跟他要 难道他把他跟你要 少得哪当得起这个家 只是这个 欠债还钱天经第一 就是 那好,你去把十天亮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 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路言 路言 我们老爷病走 少主人又不在家 这个时候来讨仗 有点不合适吧 石老三 石老三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石虎杀人灭口 杀其是父 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 十天亮苟延残喘 也没几天扑腾的了 你装什么糊涂你 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托还了是不是 路言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 石老三 你对石家也太重心耿耿的了吧 我问你 你们家那对翠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 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 还有你 你老婆身上穿的 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 说 这可真是净水楼台 陆阿大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告诉你 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 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 我太清楚了 你是想等这一老一少一蹬腿 你好独拔这份家产 没配 陆阿大 你 你太放肆了 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 叶床名宅 敲杂贷锁 你现在就去 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 我就怕你没这个胆 帝人们给我冲进去 借好的就拿 拿不了就咱 打 谁敢挡道 就王司令打 走 走 走 快点 快点 走 руш 快我 都�를追 抓换 快把猪马finder 抓来 什么猪马finder 不知道 更加太难不靠 石老三 你给我放明白点 你只要交出匣子 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 网无地气归我 你要是不交 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想找死 好你个石三 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 幸亏我对你这小子遭有防备 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 你是不可以说什么 陆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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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动手 别动手 东西是我拿的 来 您坐 您坐 陆爷 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那当然 好 咱俩一人一半 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怎么分法 珠宝首饰二一天做五 铺子银号田产 多归你 不过这桩宅子得归我 石三啊 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你不答应啊 我告诉你 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你要是不答应啊 就永远没人找到咯 你 叫伊尼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快把东西拿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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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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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宝大人 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 他叫陆阿大 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 结果碰上黑赤黑被人杀了 仙台爷叫咱们就地埋了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不错 就是那个陆阿大 快挖吧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帝宝大爷 这里有二两银子 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 这种人还可怜他 就是啊 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大师父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什么好地的恶行 人都死了 就别计较了 阿弥陀佛 瞧着陆阿大 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 死了连棺材都没有 什么都没带走 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 带走了什么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 和你那二两银子 外加平山借你那颗绣花针 都得慢慢还清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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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看 大师父 大师父 你父女儿人好早啊 恐怕大师父比我们还早啊 不早不早 你看这石头刚误得有点热乎气 师父 你在干什么呀 是 我在误石头 误石头 我在想啊 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 那该如何呢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说的对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丸石 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嗯 说的好 不过以我看嘛 丸石也好 金子也好 最后啊 都一样 大师父这次救了我的命 也治了我的心 离开石家 我是真的解脱了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 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 只为广集善德 好好 不过以我看嘛 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此次劫难 多亏大师父点拨 反而觉得心静如水 待忘了许多烦恼啊 待忘了许多烦恼嘛 还不是没有烦恼啊 我看你这烦恼还是少了点 平生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 他说没有烦恼 我才真烦恼嘞 这样吧 林医师 你先跟我走一趟 我再对你去找点烦恼 雷 butterflies 专山 龙 人 主 敬,敬,敬,敬 好好好 哎呀,施先生,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好 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 来 这些药给他按时肩服 好好好 老爷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 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 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 那,生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 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 我夫慈悲,难度不善之人 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 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疑孤苦,绝不是为钱财 我走了 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来 看看 平生害人中害己 善恶果报金方之 持天良颤书 看看底下 再看看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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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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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之为恶,终有恶报 既之悔悟,回头是岸 带平生给他在天上良笔 回天良 老哥 你看 这是大师所改啊 你既回天良 我岂不是空心肺了吗 我要跟你借个园 想借你这个猪杖上路方便如何呀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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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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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傅 师傅